台湾戏曲学院学生带来精彩的传统戏曲 宣告2024宝生文化季将在4月13号正式启动 今年适逢三年一次的公祝宝生大地圣诞绕境 许多精湛的艺正表演、做工精细的神教 以及众所瞩目的放火师 都将在4月22号绕境当天盛大登场 还有优秀表演团体起聚保安宫 轮番接力登台演出 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将再度引爆大台北地区民众的热情 一同响应参与 我们保安宫的保身化剂 每年都有很多的特色 尤其今年是我们三年一次的绕境 我们绕境除了我们北部的镇头之外 我们要求中南部的他们来参与 在绕境回来我们就放火师 这个放火师我们一直揣摩过去 在日治时期的那种样式 我们也请到了盐水烘炮 他们的制作方式 也做了好几年了 我们一直改善 除了这个活师本身之外 也有焰火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壮观 也很震撼 那这一次的这个嘉兴戏 我们也是一样邀请了 这个我们台湾 顶尖的这些戏班来演出 所以每一场都是很精彩 我们希望这个爱好歌仔戏的朋友 大家都能够来参与 由于保身大地是民间信仰中的一神 有感于花莲大地震受难者众多 保安宫率先捐款一千万元给卫福部 发扬保身大地悬湖济世保佑众生的精神 保身大地的他是一神 所以不管在这个社会上 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发生 他都会保佑他的民众的这个生命 这是财产的安全 那尤其这一次的这个花莲地震 我们保安宫也率先捐了一千万 给这个卫福部来帮助这些灾民的重建 2024保身文化祭 从4月13号到6月29号 长达两个半月 将成为台北庙会活动的新指标 让台北的公庙文化多一份艺术美学新感动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